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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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死掉了 我们回来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有这些文章 我们看看 习大大说了 在台湾方面 蔡英文有什么回应呢 高科技的老人家 不懂得搞的 我们不要管他 那我们看看昨天 就是在蔡英文有国庆演说 那我们看看下一张图 四个坚持 不是这张先 另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昨天 蔡英文的国庆演说 里面的五个大标题 一就是团结展现人性 国际合作防疫 第二就是说到 区域情势的复杂 严峻挑战空前 第三 凝聚团结共识 约定四个坚持 四就是 汇聚社会力量化解重大分歧 五光明自信 攀手 好 台湾秋适 第二和第三 就是牵涉到 有关两岸关系方面 我们很快地说一说 第一是说到什么呢 就是国际合作防疫 就是说 台湾可以帮助 去台湾 又帮到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帮台湾 他们也是民间和政府合作 对防疫很大帮忙 第二 第二点就是说到什么呢 就是说 区域问题 这里有一句说到 此时此一的中华民国 整处在72年来 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当中 我们暂且把习大带放在哪里 谢公 中华民国是新来革命的 1911年 1911年 建立了几年 2010年 那为什么他处于72年来 即72年前那些 那些就不复杂 不多变 因为他 其实整篇东西都很巧妙地 将中华民国的历史割开了 即是他一开始说 中华民国 今天是中华民国 一百一十周年 庆祝 但是呢 一说到现实 就是49年之后 到今天呢 就中华民国只有72年 所以他说 72年复杂多变 他不会说 49年前又打内战 又抗日 又北伐 你如果是说复杂多变 复杂多变 复杂多变 你怎么会复杂得 得过北洋政府的时候 是的 但是问题 他是将它很巧妙地切割开 他既要 慶祝中华民国一百一十周年 又要 将它切割开 由49年之后 大陆那些不关我事 台湾那些 就是现在的现实 所以呢 他那个复杂多变 将49年前以前的事 全部都是抹杀了 不关他事 接着就是两岸关系立场 其实是 我们维持现状的 另外就是说 要强调就是 两岸解决分歧 必须透过平等对话 这些 我遮住蔡英文 国庆演说 其实这些 你和马英九的 其实是没有分别 都是同样的 总之马英九说的就是卖台 蔡英文说的就是护台 是 就是护台 接着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 凝结团结共识 约定四个坚持 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个 刚才那些标题 其实是 文告里面的标题 不是我们所建的 是原文 是演说原文 那四个坚持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了 不是这张 不是这张 应该回到再前一张 是的 首先 第一个是什么呢 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坚持主权不用侵犯拼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 必须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 好了 那其实呢 这四个坚持 这四个坚持 什么四个坚持 都不敢似大陆那种 就是中国的 四不母一母有 这些都是的 中国很流行这些 但是你看看 我们遮住第二个坚持之后 其他三样东西 阿九也是这样说的 是不是 总之阿九说得不对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 特别指着 国民党的主席 朱立伦 是 亲民党 这个是 这个 民众党 民众党 阿文哲 和那个叫什么 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 他们都在场 应该放弃成建 团结一致 在这个国家这么困难的时候 大家应该放下 这个 成建 吵架 吵架 你这里抄构局 民党的家 然后呢 吵架你了 我将你整个府邸 立了 你的财产 然后 你放下成建 我 现在国家这么困难 你不是为了那些东西 跟我骂 是吧 还是要坚持 持有民主卿 这次呢 在这里来说 第二个坚持 就是 比较多人 所谓的 视线评论员 要讲的问题 在第二点 你怎么看呢 这个呢 这个呢 变相的两国论 来的 当时 李登辉 1999年的时候 提出两国论 就是 他那个说法 简单点说 就是 两岸户不低属 嗯 当时 大陆就吵架了 是不是 两岸户不低属 就是 你两个 两个 不同国家 所谓一边一国 那你现在呢 中华民国 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互相的隶属的话呢 那就是两个 就是说 我这个叫中华民国 就是 用这个 逻辑来说 我这个是B 你那个是A 那呢 A和B 当然不同了 没交集的 没交集的嘛 所以呢 我是中华民国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大家会不会没关系 那当然没有互相的隶属啦 但是这个问题 你又要坚持中华民国的宪法 他有说到的 就是我们要修改宪法 以中华民国的宪法 作为一个版本 那你又要承认中华民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的宪法是什么呢 是一个一中宪法 呵呵 你在这个一中宪法之下呢 你又和中华民共和国 我们明白的 我们不计数是我们明白的 我们就不要说 什么一中不一中的问题 先把这个意识 我们先剔开去 我们就看看 中华民国的宪法里面的领土 好了 中华民国的领土是什么呢 也都没有说明过 但是呢 是说一路以来的领土 好了 中华民国的领土 我们由这个 就是 辛亥革命 继承这个 不需要很复杂的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宪法 那个 是 主权 是 及于大陆 就是说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我们的主权 是 和中国大陆有关 我们 不用多说 领土 你就是领土问题 已经够了 就是主权 是的 那么我们包括领土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领土 是包括了这个大陆的 除非你说 不是 我们那时候的领土 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那你就另外计量 所以 主权 是及于大陆 不过 治权 暂时不是及于大陆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台雲金马 是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以中华民国宪法 这一部宪法 作为主体的话 你又不可以不承认 中华民国的领土就是大陆 包括大陆 是吧 所以才有两岸关系条例法 里面的所谓大陆地区 和台湾地区 否则说 你不需要一个地区 大陆就是大陆 就是你现在口中 蔡英文的口中就是 中国就是中国 我们台湾就是台湾 就不需要大陆地区 和台湾地区 你直接指 那个是中国 我们叫台湾 我们的中华民国 就是台湾政府 好 就这么简单 你又不敢 你只是口头上自己爽 爽完之后 不知道想怎样 是吧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喂 当时1999年 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 就是这个 所谓两岸户不隶属 已经被大陆都吊到 扑街了 所以呢 嗯 跟着李登辉 其实就是 就是 好像老毛统 不说 就是没有了 所以他以后就不提了 但是 蔡英文一样 到现在都回避 不回答 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他就说了 就是 在立法院 就是 回复 质讯的时候 就说了 我读中国的书 所以我是中国人 这样 好了 那 你现在就是 你 你要解释了 当时 为什么说这个 这个 这个 似一时比一时 就是可以这样 别的 那你说似一时比一时 我现在转变了 不要的 时空不同了 时空不同了 价值又不同了 不要的 你都告诉别人 你都告诉别人 我不介意的 你可以 你可以说 但是 为什么你连这个 都不敢说呢 所以 这个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邏輯上面的 谋 九二共识 我们在说一中国表 好了 现在大陆 就将九二共识的一中 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你好了 你在台湾 你的中华民国 如果 蔡英文说 如果他说的对的话 喂 那我中华民国 在九二共识里面来说 我是另一个国家 那我当然跟你中华民共和国 互不递属了 大哥 因为你去解释 九二共识里面的一中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如果我同意你的一中 那我就递属于你 所以呢 在这个逻辑上面来说 我又不可以说蔡英文完全不对 但是 你是跳不出中华民国 憲法这一件事 所以这个九二共识 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的 其实九二共识的共识是什么 就是大家没有共识 大家不要搞错 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 只是共识到 原来你说的同学说的不同 那你说的中国和同学说的中国是不同的意思 但是 当时九二共识是这样的 是 都是坚持中国 这些中国概念的 最终的共识就是 大家没有共识 至于 你所说的 我成不成形 我同不同意 没有说到的 所以 所以 九二共识 所以国民党 为什么坚持九二共识 後面一定要加一宗國表 就是這個意思 你堅持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宗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堅持我的一宗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不要理會模範也好 不清晰也好 其實大家明白的 在這個環境之下大家相互無事 大家不要打破它 首先打破它的 當然是中共 我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台灣屬於我的一部分 但是台灣國民黨沒有說過 我們一宗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陸就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它沒有說 所以你沒有說 那個話語權就被共產黨拿走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一宗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絕對不能分裂出去 這個就是共產黨所說的 但是你作為中華民國 這個中國國民黨是沒有強調 我們的一宗就是中華民國 大陸地區都屬於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如果你這樣說 大家不默認就算了 又不刺破它 但是台灣 中國國民黨不會強調這一點 你的話語權是被共產黨去說的 所以就被人誤解 你剛才說是無法也好 大家不清晰也好 但是別人的印象清晰就是一宗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九二共識是甚麼呢 其實包括社運界 台灣那邊 台灣那邊的獨牌 他們說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沒有說過的 是共產黨說的 共產黨說是你就說是的話 共產黨就說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你們說不是 你說共產黨說是就是嘛 你又不承認 為甚麼 所以今天這個環球時報 就是這個 胡錶本 就已經炮光了 他說 你真的在搞這個台獨 你將台灣分割出中國的意外 你去這樣解釋 都對的 如果這個胡錶本去解釋 用他的方法去演繹蔡英文 老實說 取名也是這個意思 也沒有演繹創的 但問題就是 在現在 你一天就打拾他 因為你共產黨 你無力解決 否則的話 這個是必然會產生的 72年的分 即是那個分離 72年 你中共仍然是不斷用武力去威嚇台灣 喂 誰會理你呢 大哥 你每天都哭打哭殺 現在我當然是裝滿了 成神刺 就算你打敗我 打贏了我 我都要你成神 刺到你成神都在焦 因為你是討厭 你是人討厭 天天飛幾天 飛機過來 不知如何才行 問題就是 你都做得很差 但是台灣自己 有沒有尿慶大陸呢 我相信你當然有了 即是你說我們 我們不會 這個 蔡英文在演詞裡面有說 我們不會挑釁 但這個問題 你在表面上不會挑釁 但你每一種行徑 你根本就是離開中國的舞體 正在做 不過就 陰陰地做 你又看不出他很大步地做 但是你是知道他正在做 其實在昨天來說 蔡英文說 其實最主要 大家著眼都是 在四個堅持裡面的第二部分 但是其他來說 有些都應該要拿出來說 他講到第三點這裡 即是說 四個堅持這裡 我們看看其實 就是說 八二三炮戰中 英勇奮戰的國軍 沒有分省席 但是 是不是去年還是前年 八二三炮戰 前年 他是缺席的 和民進黨怎樣說 他說 你們國民黨和共產黨打 關我什麼事 是啊 真的很離奇 民進黨基本上 是一個人格分裂的政黨 然後又提到 國旗不見了 我們一起生氣 在上個禮拜的 自由潛水 但是 我們想想 去年 國慶的時候 台北的國旗好像都 梳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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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失蹤了 是不是 為什麼又不見了 問題是 有需要的時候 中共打壓我們台灣的生存空間 連我們中華民國旗都不給掛 接下來他就說 再者包容的國家裏 不管先來後到 會有人有緣罪 好了 民進黨一路的主張 都是什麼 國民黨外來政權 是不是 講了幾一年了 所以說他人格分裂 到現在都這麼說 甚至我們那位香港人 在台南的香港人教授 梁文濤 他都這麼說 國民黨是外來的政黨 是不是 為什麼 即是 所以他會讓民進黨更加民進黨 做出來 所以他會讓民進黨更加民進黨 做出來 結果用自焚去瞭解自己的生命 告訴你 我雖然是外山人 但我支持是代道 是的 那麼就講到 習大大講了 講了一番話之後 我們就是 行政院長蘇貞昌 匆匆遊出來講些話 不想說話 先抽水吧 他不是抽水的 我們先看看 下一張圖 他說什麼 新來革命建立起的 是中華民國 不能略中華民國 與中國國民黨之美 歷史不容扭曲 嘩 還不是抽水 即是蘇貞昌 我想他這麼大個人 可能除了讀中小學之外 他真的沒有講過這件事 他從來都不承認 不承認這件事 他今天是中華民國行政院的院長 是嗎 蔡英文是中華民國的總統 這個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明白 他從來不會承認 他現在甚至在說 不能略中華民國 與中國國民黨之美 不能略中華民國 他就說到 就是這個 辛亥革命的 是誰 是誰 就是中國國民黨 是 是 但是你又 你當選了兩任了 大哥 你還不要撇征這個關係 歷史又不容扭曲 不容扭曲 我又不敢略美了 是不是 就是 我又不敢貼金 我又不敢貼金 大哥 連邱泰三都說 邱泰三 在九號晚 和你老友聚餐的時候就說 中華民國始於辛亥革命 但少英總統就說 中文國七十二年 對呀 你七十二年 那你七十二年 為何慶祝一把十周年的紀念 好了 那我們的時間 這一節就講 通編演詞 他只是講 因為理論上 你作為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一把十周年紀念的一個 國慶 通常來說 你比較適合 你都會由中華民國建立 武昌起義 一路數 簡單點數 前一段歷史 然後才講現今進行式的 一些台灣面對的困難 一定是這樣的 你看看他完全沒有講以前的 就算49年以後 到兩掌執政年代的事情 他都完全不提 人格分裂到這樣的 彷彿那段歷史 根本就完全不存在 存在就是 我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或者是李登輝的執政的時候 台灣才是存在的 中華民國是橫空出世的 就是這麼奇怪 人格分裂分到這樣的 所以 總之 中共一打壓 台灣 打壓中華民國 國號也好 打壓中華民國國旗也好 有人會跳出來 我們這些國旗 我們不容受到烏肉 受到打壓 但是呢 你從來不會提中華民國 從來都不會提中華民國國旗 你是很鄙視它 你是想廢了它 是這樣的做法 所以 現在 小英說 大家 最主要 那些傳媒 著述是什麼 不是主要說什麼內容 只是 數去 中華民國 數了幾次 中華民國 數了幾次 中華民國 數了幾次 台灣 數了幾次 六次 中華民國 三次 中華民國 台灣 八次 三十多次 中華民國 數了幾次 所以 看你怎麼演詞 究竟你是 你這個總統 是中華民國 這幾個字 是擺在哪個地位 是啊 所以呢 前兩個星期 朱立良 就寫信給習近平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為什麼你民國一一一零年 你不寫民國兩個字 那些人就說 你中華民國都不要 喂 現在寫一一零年 代表是民國這麼多年 你都不行 2020年 為什麼不寫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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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十就是 亦都炒出來 原來蔡英文寫的公銜 很多時候都是一樣 沒有寫的 大家知道 那個1110 之前 是中華民國的年號 另外一樣 原來 蔡英文 投稿 今期 美國的外交事務商業刊 10月11日 即是這個商業刊 這個商業刊 他用什麼身份呢 他在整篇文章裡面 他都沒有說過 President of Taiwan 是的 President of Taiwan 他就沒有用到 R.O.C. 用中華民國 那不是昨天被馬英九罵他嗎 不是這樣他 他說 胡佑寫中華民國 不過是這一本雜誌過了我 是不是啊 那撤稿吧 如果他改了 你自己的聲明 你也要告訴他 你錯了 叫我雜誌登證 你有封信給他 那他改不改 他舉個事 我都知道你有這個心 還有你提的 在哪部分提 還是你那個總統名號 你是President of Taiwan 原本是寫R.O.C. 別人跟你改台灣 還是哪一道 你都不敢出來 聲明根證 所以呢 根本你中華民國 這幾個字 在你錯英文 是condom來的 有需要就出來用 塔陸班 就全部失聲 不看這篇文章 甚至香港的社運界 香港的社運界 根本就不懂 好了 我們一節就完了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說 謝謝你